这个三密服 比如说我今天要加总 但是加总的会有个条件 比如说它是销售部的 帮我加起来 开发部的帮我加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是一个条件 才去加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当然 以往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怎么办 当然如果你没有别的招的话 恐怕先把它排序一下 可是排序是要乱掉了 更麻烦 所以最好是不要排序 那如果不排序的话怎么办 那就头痛了 用看的吗 这样不可能 好那这里的话呢 插入函数里面 各位可以找到有一个函数 在哪里呢 数学函数里面 数学里面的话 往下找那个sum 刚刚我们用到一个叫sum sum if 另外还有个sum ifs 就是除了一个条件以外 还有第二个条件的话 你可以用sum ifs 那我们以这个sum if为主 按确定 range 不过这个说明 有点错误了 所要加总的范围 所以常常我看到这个 我会以 所要加总的范围 一选 完蛋了 错了 range不是只要加总 是要判断条件的那个范围 不是要加总 这个部分不是要加总的地方 然后条件是什么 条件它就是销售部 所以你可以把销售部选起来 或者是输入一个销售部 那sum range 其实才是要被加总的范围 所以再把它选起来 OK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4500 再来开发部的话 那就直接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那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刚刚中间这个条件 你们刚刚那个中间这个 本来是抓销售部的 把它改成开发部的 你帮我check一下 这个范围里面 是开发部的 就把旁边的这东西加起来 按确定 OK 那这样应该很快就可以把我们要加的条件 反正就算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 做一个变化题 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做成VBA 然后可是这个 一样的结果 但是要输出到18 一样的结果 放在19 那这个需要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 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你需要先 一样 做什么 回圈范围 For I 等于3到7 这应该没问题 中间呢 做逻辑判断 If 哪一栏 B栏 等于什么 销售部的话 Zen 怎么样呢 这个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把这个放在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会需要 产生 两个 怎么样呢 让 那个 开发部或销售部 暂时存放的变数 所以我后面会多两个变数 一个叫Sum A Sum A是放什么 销售部的金额 Sum B是放 开发部的金额 也就是说 如果 它是销售部的话 那就把 C栏里面的资料 放在哪里呢 放在 Sum A里面 Sum B OK 那特别注意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 做加总 那特别注意 那特别注意 就是Sum A里面预设 它是没有东西 空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Sum A 等于什么 Sum A自己本身 再加上多少 加上 C栏里面的东西 它就会帮我把它 存放在 Sum A 反之就存在 Sum B里面 OK 那最后的话呢 再用Range的方式 把结果输出到 Range E8 等于Sum 不是 最后结果 把它放进来 那Sum B的话呢 把它放在这边来 结果就出来了 OK 大概整个流程是这样 那这个程序 该如何撰写 那因为 有些东西已经写过了 所以 我们一样 在 程式码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奖金 第一个 当然你就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奖金 然后呢 做什么事呢 For I 等于3到7 那把这个程序 直接贴到这边来 好 那我们来看 如果 它的B栏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 都是直觉的 我写这个 其实都是看着这样 一直写 不是说 我凭空变出来了 所以你